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科幻惊统片《异种》 说到异种,就想到了异形 就怪物的战斗力而言 警长觉得异种里的外星来物是要比异形厉害的 故事是这样的事儿的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大连国实施了名为SETI的计划 他们不间断地用射电望远镜 向宇宙中发送人类的文明讯息 只在寻找其他星系的外星文明 终于有一天,人类收到外星文明发挥的两条回忽 第一条是爪气的强力催化器 科学家们借此用爪气提炼出了无限能源 因此让科学家们认为对方是友善的 第二条是人类DNA的新序列 于是实验室里的科学狂人们利用基因工程技术 将新的DNA排序注入100个人类的软子 得到三个可分裂的瘦精软 他们把两个放在液氮中笼动保存 让另一个机遇生长 最后培育出拥有新DNA序列的新人类希尔 由瘦精软到新生儿 人类需要10个月 但希尔仅仅需要一周 一个月就发育成人类四五岁的样子 三个月就来到了十一二岁 希尔的成长速度令人恐慌 当局怕热出大乱子 所以叫停了实验 实验室的负责人光头 含泪对希尔进行了安乐死 趋利避害是智慧生物的本能 原本人畜无害的希尔 察觉到死亡的临近 爆发出了非人般的破坏力 冻穿了子弹都打不穿的钢化玻璃后 逃之遥遥 如果让这样一个与人类无疑的怪物 溜到人类社会 那么后果不可想象 深感不妙的光头 立刻发布了抓捕命令 伸手脚尖的希尔 搬过实验室的围栏 避开直升机的搜捕 爬上一列十项城市的货运列车 还在火车上杀死一个理货员 经过转运之后 登上了前往洛杉矶的客运列车 火车上希尔发育到了成熟器 新的基因序列 在他体内疯狂改造 没一会儿就被造得面目全非 最后更是结成一个奇怪的剪 静待语化成别 另一边 为了能够尽快抓住希尔 光头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 成员有特战专家 大眼哥 人类学家 卷发哥 生物学家 短发妹 灵感达人 脑黑 简单扼要的交代完任务后 古人根据信用的线索 立即投入到对希尔的抓捕中 当希尔从街间里出来时 已经退去了秦色 变成了大美妞 行走在洛杉矶街头的希尔 看着那些带着孩子 满面笑容的女人 认为只有成为母线 才能获得喜悦 于是愈发的想交配繁衍后代 从电视的《动作爱情》片里 学到人类是如何交配的后 就在旅馆老板的告知下 去酒吧里 找那些惊虫伤脑的男人了 希尔因为刷了 被他杀死了乘务员的信用卡 收到消息的光头 很快就带人赶了过来 酒吧里 希尔与一个长发帅哥勾搭在一起 立马就跟着去了帅哥家 随后赶到的光头 扑了个寂寞 但也从路人嘴里 直到希尔跟谁走了 帅哥家里 正当帅哥要进入正体的时候 希尔感觉不对劲 他回觉帅哥想要回去 倒嘴的鸭子还能让他肥吗 帅哥想要墙上了希尔 结果在亲吻的时候 帅哥的脑袋 被希尔的口气冻传了 之后光头一堆赶到 经过调查 发现帅哥是个糖尿病人 推测希尔繁衍后代 是要找个健康的人 希尔继续在街头闲逛 寻找适合跟他交配的目标 结果不小心出了车祸 无良的肇事司机 一脚地板又流了 希尔被好心人送去了医院 医生见他肋骨断了 就叫来护士安排手术 但是希尔自我恢复能力超强 稍一用尽 就恢复得完好如初 为了报答好心人 希尔想要跟他交配 好心人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送到嘴边的肥肉 烟有不吃之力 于是就把他带回家 来个永吃爬 帅哥跟短发妹 根据希尔的行动轨迹 追踪了过来 希尔有所感应 急切地想要跟好心人交配 好心人见有人来了 就叫停了希尔 想要去看看是谁 一楼面不就暴露了吗 于是希尔现出原形 把好心人 掩死在泳池里扬长耳去 这后希尔绑架了一个女人 抢了她的车 潜伏在附近 通过解读光头的唇语 掌握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而且似乎看上了强壮的大眼哥 想要跟他生报啊 但是如果他不死 对方肯定一直警觉着 于是希尔来了个移花节目 他剪下自己的大拇指 然后用绑来的女人当替死鬼 诱骗光头等人来追 最后将车开下悬崖自保 留下之前剪掉的大拇指 让抓他的人 以为爆炸中死掉的 就是他 实际这个计划拥有破绽 只要对女士进行地人检查 就能发现死的是不是希尔 但偏偏光头他们为了省事 或者说没想到希尔会那么聪明 所以只检测了断指的DNA 断定死的人就是希尔 任务结束 光头等人在酒吧买醉幸福 希尔将头发染成黑色后 穿着靓丽地接近戴尔哥 可惜戴尔哥不是一个烂情的人 而且在跟短发妹配合的过程中 发生了感情 喝完酒后 就急不可耐地跑到短发妹的房间 做起了羞羞的事 希尔见没有机会 只好把目标放在卷发哥身上 放松警惕的卷发哥 面对热情如果的大美女 自然是来者不拒 很快就跟希尔滚起了床单 而且刚刚做完 希尔就感觉自己已经缓上了 这时 老黑路过卷发哥的房间 感觉到不对劲 于是叫来所有人 戴尔哥撞开卷发哥的门 发现卷发哥死在床上 一个类人形怪物破墙而出 看来希尔果然没死 于是这群人带着武器 在老黑的感应下 朝着希尔追杀尔去 最后来到一个下水道 老黑简直就是一个人肉雷达 总是能用第六感 追踪到希尔的行踪 希尔杀死落单的光头后 就藏在一个裂缝中 把孩子生了下来 这个效率也是快 从怀孕到出生 估摸着只用了十几分钟 孩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着 可以预见 如果他跑到人类社会 再通过强硬手段 让人类女子给他生孩子 那整出几百万人 也就几天的事 倒是人类 被外星物种取代是必然的 所以为了杜绝人类灭绝 希尔和他的孩子必须死 孩子变成怪物形态冲将老黑 老黑一碰过枪 将其点燃 然后一个后爵 就将其摔进下面的石油池里 活活烧死 希尔看孩子被杀 就冲出来想要报仇 结果被戴尔哥帮忙几枪 打进下面的石油池 希尔扒住老黑的腿往上爬 戴尔哥一个榴弹 碰碎了希尔的脑袋 阻止了一场人间浩劫 以为一切结束的三人 退出了下水道 然而万万没想到 一只老鼠吃了一种身体的一部分 一种的强大基因 将老鼠改造成了一种鼠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里留下一个悬念 一种女能靠人类男子怀孕 生出一种小孩 那么人类女子 能不能带下一种男的孩子 人类的肚子 能孕育出强大的一种吗 一种二就满足了大家的好奇